前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日前被移送司法審查起訴 罪名是收受巨額賄賂 資深法學專家表示 徐才厚的核心罪惡還遠非貪腐這麼簡單 總部在美國的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也曝光了徐才厚在任時 中共軍隊總後勤部直接參與了 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犯罪證據 並且公布了部分相關機構和醫務人員的追查名單 請看下報導 新華社10月28日通報 軍事檢察院27日對徐才厚涉嫌受賄犯罪案件偵查終結 移送審查起訴 通報中兩次提到徐才厚收受賄賂數額特別巨大 也說徐才厚對犯罪事實公認不諱 中國資深法學專家趙元明表示 徐才厚的罪惡遠非巨額貪腐這麼簡單 他最核心的罪惡是火災器官進行販賣 徐才厚在軍中擔任高官 而且時間很長 而且他從軍隊的政治後勤他都插手染指 而且軍隊參與活摘法輪功器官進行販賣 徐才厚他在這裡扮演一個幕後的指揮策劃 這麼一個角色特別得到江澤民的賞識 71歲的徐才厚被外界稱作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在軍中的代言人 他在6月30號被開除黨籍、軍籍、剝奪上將軍銜 以交軍事法庭處理 海外媒體曾披露徐才厚參與了博州政變 並緊隨江澤民鎮壓迫害法輪功 是中共軍隊迫害法輪功學員進行火摘器官的主要責任人之一 1999年7月20號 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 對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殺、不查深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 總部在美國的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表示 他們通過長時間的調查取證 證實中共軍隊醫院和武警醫院及其總後勤部是執行江澤民屠殺命令 或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的核心機構 法輪功被鎮壓的高峰期 涉及23個省市自治區、600多家醫院 1700名醫生參與了火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手術 最近追查國際連續曝光了中共軍方涉嫌火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犯罪證據 該組織在網站發布的一份電話調查錄音顯示 中共軍隊原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白書中承認 中共軍隊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 是江澤民做了批示 江主席啊 有一個批示的話就是說 嗯 啊 說開展這件事情就是器官移植 嗯 嗯 後來江主席聽說有一個批示 嗯 就是人員賣肾做手術 這個 應該說就是開展社移植的不但是軍隊提防 我們也得到了一些就是情報 有一個就是說 當時 嗯 連勤部還負責關押了一批 嗯 法輪功在押人員的這個器官供體 是不是 這個這個當時的話 哎呦 我覺得 起碼我在我印象中 當時 是吧 因為當時 江主席批示以後 呃 這個反法輪功 這個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 江啊 當時啊 在位的時候啊 嗯 還是很重視這個問題 啊 都有批示的 10月21號 追查國際發布最新調查報告顯示 2012年5月 中共前國防部長梁光烈在訪美期間 承認中央軍委曾開會討論 貨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等事宜 部隊負責看管一些這個器官移植共體的話 那這個事情 我接受這個事 啊 就是那個軍委開會的時候 那個有沒有討論過這個事情呢 討論過這個事情 10月28號 追查國際公布了100家涉嫌火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中共軍方醫院 共2108名義務人員的追查名單 該組織表示 由於中共火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信息被作為軍事機密 這些遠遠小於實際移植數據 趙遠明分析如今徐才後周永康薄熙來已相繼落馬 他們追隨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參與火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更多內幕 必將隨之曝光天下